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叫做NCC成立的所谓财团法人 另外用25亿用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他一公布之后 哇真的是大家我看到的都哗然 但是其实他在媒体上引起的报道非常的少 这个是我很担心的 因为呢这个最后的言论自由的净土可能不至于 但是是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台湾你要关电视台 要关哪个媒体 NCC有个太上机构的权力 可以去随便的为所欲为 结果呢本来只有网络的世界 大家还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平衡跟自由的空间 符合民主的基本价值 结果现在他连 NCC连网络YouTube 这些通通都用了这个草案法 如果一旦通过了之后 通通都要管 然后25亿养的这个组织呢 又是一个立法院管不到的财团法人 到时候又是我们纳税前 成立一个拿石头 搬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一些网络的机关的平台 只要在YouTube上面 FB上面 通通政府就是要伸手来管你了 这有多么的可怕 我觉得这个的影响的层面 就是像民众所质疑的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事情呢 你平时的 如果真的他有这样的迫切性 为什么你没有在管 为什么反而到选前 为什么到选前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这个假讯息 然后讲说欧盟有类似的 这个法令的规定 等等的这些东西 当成理由来管 那我们从这个过往的经验里面 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 大家也有注意到 其实很多的这个假讯息的这个来源 看起来好像都是行政单位 最后查出来都是行政单位 那民众呢 他在反应的时候呢 民众反应的是 他的个人的感受 然后或者就是说他揭毙 或者揭毙 那如果说你连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 最后面的这个权利呢 你全部都要去掌控的话 你其实就是说 政府的整个的行政的部分 他的非法行政 或者是说他的行政不公 等等的一个情形 你都没有办法反映出来 这个绝对不是民主 制度 那我们讲说民主制度呢 我昨天也写了一篇 那个有民主制度里面呢 因为台湾并不是只有行政权一权 独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政府 不管现实生活是怎么样 但我们的制度面上面 中华民国他就是一个 五权宪法 互相捐督制衡 对而且而且你看就是 你不要去提别他 你不要讲五权宪法 你就讲说 欧美国家三权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的司法权跟他的行政权呢 也是独立 也是分开来的 绝对不会有说行政权呢 他可以超越过司法权 可是我们今天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先不去讲别的 先不去讲说 他对于言论的潜质 先不去讲说 他对于选举的结果 我们先不去提这个东西 我们只有讲 对于民众的一个影响 很大 非常非常大 你想想看啊 他在他的法条里面呢 他居然规定到 我们知道通保法 通保法 我想大家可能民众都还有感觉 当初的这个马王之争的时候 后来不是讲说 你怎么会监听啊 等等的 通保法里面 当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立法院里面 朝野协商 那时候第八届 我也在 我也是立法委员 当时的时候呢 特别的要求 就是说 当你去监听的时候呢 你有非常严格的程序 然后你必须要取得 法院的合可 就是法院认为 你有这样必要的情况 这样你才可以 然后事后你还要报备 你还要去告诉 被监听的人 他被监听的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所以他又非常缜密的 不是高兴挂线偷听 就可以听了 不可以不可以 所以简单来讲 他为什么会那么缜密 就是因为 他是牵涉到 人民的基本的人权 你有你的隐私权 其实在各国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基本人权是什么 他就是言论自由 你看美国呢 他是First Amendment 他是提到 这个言论的自由 没有任何东西 比言论自由更重要 如果你是民主国家 言论自由就是最重要的 他居然在这次的修法里面 用了很正大光勉堂皇的 这个大帽子 很这个理由呢 讲说 我是要捍卫民众的 网络基本人权 你捍卫了吗 你的内容里面 跟你这个 戴的那个大帽子 那个宗旨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为什么 我简单举一个条文来看 他里面有个条文 里面就讲说 我是应该要取得 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违法 或者我认为 你的言论呢 危害到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申请法院裁定 就是说 你要把你这个 这个讯息移除 这个是OK的 禁止言论 或者是罚款 这个是OK的 到这一步是OK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经过法院 法院本来 他就是一个独立机构 但是我要讲的 更严重的一点 是在哪里 大家如果没有去看内容 只有看标题的话 你不会知道 他的内容里面是讲说 即便在法院裁定前 法院裁定前 我们刚才讲说 你反正让司法决定 对不对 他不是 他是在法院裁定之前 他也可以行政单位 比如说他现在行政单位 他讲说你是假讯息 比如说内政部也好 他讲说你违反 社会维护法 社会法的部分 然后他就说你假讯息 你应该 所以他可以通知平台业者 他要在上面 标示警语 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是假讯息 他可以先主管机关 行政单位 居然在法院裁定之前 他就可以先在你的言论上面 先标示了这个警语 然后最离谱的是说 他上面还讲说 这个标示的东西 他讲得很好听 不可以超过30天 可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想想看 你的一个言论 在网路上面 被标示了一个警语 标示了30天 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含义是说 你告诉所有的人 说这个po文的这个人 他其实就是假讯息的来源 这个还有流量 立刻会被相关平台 给限制控管 甚至触及会降低 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 那你想想看 一个没有经过法院的 一个裁定 单纯的以行政机关 他一己 一己之私 或者我们就讲说 以现在的快筛 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对于行政方面的 一个吹哨者 他对于行政机关的 不法的部分 他吹哨 然后在网路上面 因为大家看到了之后 大家会去查证 然后会去深入 然后才把这些的行政的弊端 他才把它一点一滴的揭露出来 大家试想 如果将来这个法通过之后 他就用我刚刚讲的条文 行政机关 比如说我们举例 就是说 卫福部当他就看到说 有这样的吹哨的行刑 他就说 这个是假讯息 我要求你平台业者 要在上面加警语 加警语说 这个东西是假讯息 你想想看 按照这个法条的规定里面 如果平台业者不配合的话 他上面特别规定 平台业者有配合的义务 上面明文这样规定 然后你如果不配合的话 你会持续的 就会被他受到处罚 那我们看到其实 其实先不去讲别的 在过往的情况之下 看到华视 看到对这个中天 他的处罚 民众都看在眼里 轻重差很多 轻重差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标准可言 他没有标准可言 所以今天不管你用怎么样子 正大光明堂皇的一个理由 或者是讲说 什么维护这个资讯的 自由的流通 你今天所做的内容里面 跟你开宗民意讲的宗旨 他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你在讲说 平台业者他应该要规范 其实我想没有人反对 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的规范存在 比如说像老百姓 像很多的 热情啊广告啊 真的人身攻击等等 这种所谓的 我要提到的是说很多 因为我们办公室收到很多的请愿 提到陈情案件 他提到什么 很多的那个使用者呢 因为他在网络上面 他被停权 他被停权之后呢 然后他就跟这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讲 他就对这个平台业者的 台湾的这个单位呢 机构呢 他就提出申诉 台湾单位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 这个我们管不了 这个是国外管的 那国外的部分呢 我们办公室还帮他去联络啊 然后写英文信啊 然后就因为他们对国外部分 还是以英文为主嘛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说 这些的问题不难道才是 你应该要去 行政单位你应该规范 在过往的时候呢 过往时候有这么多的 连民意代表 我们都收到请愿了 你行政单位 对于民众的这些的需求 你不知道吗 你不参与吗 你不解决吗 你应该对于平台业者 你第一个提到说 你第一开中命运讲说 你是为了保障 这个民众的网络的这个基本人权吗 那他的被停权 可是你费用还 有些像比如说YouTube等等的 他还会有premium啊 他又会扣款啊 你既然停了人家权 第一个你要告诉别人 他停权的理由是什么吗 没有 对 然后第二个 你既然停权了 他不能够有 你也不对起码 不应该扣人家钱吗 就你不保障到 使用者消费端的权益 对 只有业者的权益 自己可以自己控制 他只要是跨出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行政单位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应该保障我们国家的国民吗 对不对 他碰到的问题 你制定一个法律的规定 你要去规范平台业者 我不反对 但你最起码 你应该保障的是国内的使用者吗 如果你是去保障国内的使用者 如果你出发的角度 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 因为很多朋友都碰到同样问题 我们办公室变成解决 解决问题 就只要有人检举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 最重要 这个法的成立的要指 大家司马昭之心 通通都很清楚 他当然不是为了保障 我们台湾国民消费者的权益 当然是要控制大家 在言论上面 网路上面 所有的方向跟自由 你想想看 这个组织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 谁来决定 你的言论 是不是有违反相关规定 这规定是什么 他们说了算 而且是每个个人 包括你在FB的贴文 包括Twitter 包括YouTube 上面的所有的言论 如果说他认为不当的时候 要嘛 法院当然诉讼有段时间 甚至给你拖很久 我今天假设 今天是一个不实言论 在攻击某个候选人好了 这个他想要的 他想要把他下架的 他只要立刻 把他用行政程序处理之后 不管标注限流量 就认为他有问题 然后去恐吓你之后 你们这个留言的言论 就不见了 就要等到法院 在裁定可能拖个半年 一载一年 一年半载等等 到选举结束了 那就是对他不利的言论 就可以下架 对他好的言论 可以一直持续 在网络上变成这个主流 那不只是电视新闻 是这样的 主流媒体是这样 现在连网络 他也用这样的搞法 把言论的前置 整个框住 网络上面的 只要不利他们 他们也可以同样 用这个黑机关来处理 然后还有个重点 为什么是黑机关 他的预算 还有他的审查 完全不用透过 贵立法院 但问题是现在立法院 这个法要通过 却也是 似乎是强度 关山也势在必行 因为就是人数优势 如果他真的要硬干 是不是在年底的选举之前 就可以做了 所以年底选举之前 如果一些 不管自己的候选 会有监督 执政党的 在野党的 不管是媒体 或个人 或不同意见的人 在本来是拥有一个 最至高无上的言论自由 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的前提之下 却可能被一个黑机关 他认为不可以就不可以 他觉得好就好 他觉得坏就坏 甚至可能进行裁罚 或者直接送法院 去查办你 这个就是一个 无限上纲 无法无天的状况 法他家定的 但是他就是法 他就是王 对 所以我们需要 全民的支持 我们曾经成功的 抵挡过一个法条 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叫做 科技侦查法 在科技侦查法 我想观众朋友 如果记得的话 就是在可能 应该是差不多 2020年的时候 这个行政单位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 我们非常成功的 阻挡的原因 其实就是靠全民的力量 为什么呢 当时的科技侦查法里面 科技侦查法里面 他提到 他居然可以植入 这个木马城市 然后去看 能够纵观你 这个所有的 这个资讯内容 我们说也是开玩笑 隐私权 也是宪法所保障 所以那一次呢 我觉得非常成功的 是因为有 全民的一个支持 对于这个 不公不义的 这样的一个法案 还有这个 刚才前秋提到的 这个司马昭之星 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选举的年度 你马上就用 这个方式来做 那当然呢 本来我们讲说 立法院呢 他是监督行政单位的 一个很重要的机关 但是问题是 现在立法院呢 他的多数呢 还是绿营 绿营还是多数 所以他行政单位 上次我想 官朋友有注意到 连预算呢 都可以直接 要禁付恶毒 然后必须逼的 立法院用武力的 暴力的方式 才能够把他挡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 让这样的一个法案 能够顺利 过关的一个情况之下 最终的就是 台湾呢 真的从一个 民主制度呢 回到一个 专制的一个政权 这个跟以前 我一直在讲说 先贤啊 烈士们辛苦 用血汗换来的 一个民主呢 全部都归零 以后呢 在台湾就 塔律班有一个 专属的通行证照 就这个证照 不管是随身带着 还是网路上 有一个标签 有这个证照 才能绿色通行 其他人意见不一样 就用这个黑机关 用我们纳税前 25亿的这个黑机关 要成立的 财团法人 立法院监督不到 人民监督不到的组织 就来封你的嘴 去管你 网路上的任何言论 他真的 违法犯计的不管 真的色情 有问题的不管 他真的恐怕在管的 就是言论的正确与否 是不是有违背到 他的执政利益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那个节目的时候 那个施教授 他才讲说 他们拨文 他拨文里面的东西 然后就突然就讲说 他们的东西是 对对 他说他讲的是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在国外 在国外 在国外以前 在澳洲 你记得澳洲的那个判选 你知道 Google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这个贴文的人 他有时候他描述的 他不是讲他一个 不是一个statement of facts 他不是在描述一个事实 他有时候 他是告诉你 他的comment 他的感受 那你怎么能够说 连他的感受 你跟他不认同 你就给他 你就给他封锁掉了 怎么可以这样 他就是完全违反 宪法上面 言论自由的概念 你在描述事实的部分 你可以讲说 你这个事实描述错了 比如说他这个快筛 招致人的权益等等 对对 比如说他这个快筛 是跟谁买啊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有时候告诉你的 他的po文的东西 他不是一个 他是告诉你 他的一个评论 为什么 而且Google在那个案子 准备回来 我想我们要让一般人知道 他的计划 接下来可能会面对的处境是什么 欢迎回来 中央宣网 千秋万事 今天我们跟李贵民委员 要讨论一件影响 台湾言论自由 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这看起来在新闻版面 其实不大 除了忠实 有得到一些重视 因为他自己是受害者 过去 中天是这样被关的 我们也没有忘掉 当时NCC审查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很认真的聆听 直播的时候 我们很想知道 委员们的专业度如何 但我们也是被NCC管 包括今天我们的节目 但是呢 我们必须说 在他们的委员的 直询过程 因为不像寻达 像直询过程当中 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这些教授其实都没有 失误新闻工作的经验 甚至他对于如果说 这个同样是教授 同样是学者 如果立场不太一样 帮中天做辩护的学者 那个态度 之傲慢 之可怕 我是觉得其实 连一点对基本的学术的尊重 对专业的尊重 其实都是怀疑 甚至是根本就是傲慢的态度 在面对 可是你想想看 像这样的一群人 都是由特定的政党人士 所推举出来的一群人 接下来还要有更大的权力 不断不断的扩张 这个扩张下去 要告诉民众是说 不只是这些我们媒体 我们乐听大众 得到的资讯将受到限缩 跟掐着喉咙跟脖子 其实一般民众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先不提这个法 从过往 当民众他在表意的时候 然后就说 你这个违反设違法 所以你是假讯息 然后所以我就 就要对你追究 我觉得在过往 每一次一碰到选举的时候 以前玩的游戏 就是设違法 然后观众朋友 如果在注意 这个媒体的报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说像上次 不是在讲说 这个价格 快筛季的价格 是多少钱的时候 然后也有民意代表 有民意代表提出来的意见 跟绿营的 不是蓝营的 民意代表提出来的意见 跟卫福部的意见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快筛季的 这个弊案的报 非常非常多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在咨询的时候 咨询这个行政官员的时候 因为就有咨询出来说 那你因为这个东西 起诉这个假讯息的部分 起诉了多少件 一百多件 那我们呢 也去看到 我们去质询的时候 他讲说 他讲说 这个虽然是起诉这么多 但是呢 那个实际上面 成案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 那我就讲说 你既然明明知道 成案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为什么要 劳民伤财 对 那问题是在哪里 是说被起诉的人 或者是被到这个警察局里面 去问话的老百姓 心生恐惧啊 是啊 他会心生恐惧 他跟我不一样 因为我学法律的 所以我们常常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觉得 你可以去问自己的权力辩护 对 一般老百姓不是的 一般老百姓不会啊 你光是传他到警察局里面去 或者你叫他到调查局 或者你叫他到法院去 你知道 或者你去开侦察庭 老百姓已经吓坏了 他本来 他没有做任何的坏事 然后光是你做这个动作 他就以后就知道说 他不可以置身 而且除了他之外 家里的人也会跟他讲说 你看吧 你就不要惹这个麻烦 所以他会变成 大家的意见 都不敢去表达出来 但事实上民众的表意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办公室在处理 这个很多的咨询案件 其实都是 虽然民众的这个 陈情案很多了 但是都是因为民众的陈情 我们发现到说 老百姓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 他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需要行政单位解决的 比如说我们讲说物价 是谁告诉我们 是说 因为我不会每一天都吃蚝蚝米耍 这个甜不辣 等等东西 都是民众会讲说 我今天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蛋 这个蛋是多少钱 什么东西的 涨价 然后青菜是怎么样子 然后没有鸡 什么等等 其实这都是民众的反应 那我觉得行政官员 因为他高高在上 其实他跟我们的民主制度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记得 浅秋你记得 就是原来我们讲民众制度里面 行政官员是什么 是公谱 当然 我们在读书 拿我们纳税钱 对 他是公谱 我们养他是要 因为他要做事 可是今天是这样子吗 不是 今天的行政官员 都是高高在上 上次浅秋你记得 那个林昌佐 不是碰到 他们去接 这个陈时中的时候 完全相非为的样子 小李子的样子 是本来民意代表 应该要监督的 对 民意代表有什么大了不起 民意代表一点都不了不起 民意代表说 他之所以 他有权利 是因为背后民众 他所代表的 赋予他的 对 是赋予这个民意代表的 他要代表民众 他才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权利 所以民众在跟我们反映 很多的讯息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把这样的讯息 转给行政单位 可是行政单位 他有没有做任何事情 公谱 拜托拿了国家的一个资源 没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只有高高在上 他下指令 然后到现在为止 已经完全到反了 现在的行政官员 可以在立法院里面 怒骂 怒骂 民意代表 骂人民 教训人民所推选出来的代表 是 把你视为这个草戒无物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离谱 所以这样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台湾的国际形象 它是几个世代累积出来的一个声誉 跟一个形象 你要摧毁它很容易 像现在我们讲说防疫 从这个倒数的 然后呢 我们的水果 人家 六千多条人命换来的 对 而且我们的水果 我们的水果 以前在过往 都是漂漂亮亮的 然后讲 台湾的水果非常好 你看现在搞成什么样子 那个图片 什么黑心凤梨 然后你到 有用药 对啊 然后你在这个日本的超市里面 它上面还是 还标示了 还标示了在这个上面 就把台湾从原来 不管是IT的强国也好 或者是说 对外这个discipline 纪律非常好的 对外人来讲 对外国人 然后我记得 我记得我在 我在第八届以前 每一次我碰到老外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台湾的这个人情啊 温暖啊 然后你现在已经搞到 你已经好不容易 几代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名誉 被你今天一个政权 能够把它全部摧毁 你把它摧毁呢 你在国内里面 好像形成一个 一桶江湖 对 可是问题是 言论都同意了 你应该去看看国际 因为现在是国际社会 现在是国际社会 在国际社会里面 原来你是一个 被尊敬的一个对象 现在变成就是说 你是这个 全部都是倒数的排名 台湾真的不能够这样搞 你要去摧毁它很容易 你要重建它 我们要花几代的一个力量 才有办法 把这样的一个 再回复起来 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容忍 那更何况是 我觉得这个行政单位 真的不要什么事情 都做那个表面的工作了 就像那个 今年我们就讲说 新台湾模式 这个名词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想新台湾模式 是什么 就是民意党一统江湖的 绿色恐怖模式 你看看他们只要 他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一官微之大 一声令下 用不管是NCC 要养的这个财团法人 来控制 假装是要假装 控制假讯息的 但是真跟假 他们决定 看看官微有多大 我们的官员有多么的嚣张 虽然拿的是 我们的人民纳税钱 苏贞昌 一句话 过去骂人家说 去传之的开幕仪式 说人家 那个名字不对 要改 最离谱是最近 有个算是一个 觉得虽然是花絮 可是凸显出来 是他的光威 跟不可思议 台铁呢 高雄机场 又是高雄 他举办一个典礼 结果呢 因为通车到屏东潮州 苏贞昌去 第一次去6月18号 就说 哎呦 这个高雄机场场 明明不腐蚀啦 不接地气 应该改名为 潮州机场 或者是屏东机场 结果苏院长 因为讲了这句话 本来已经开过 所谓的街牌 典礼跟仪式了 结果台铁拍马屁 拍到什么程度 居然之后 又重新开了第二次 把真的把 这个高雄机场 你要花多少时间 人力 台铁是一个闲单位嘛 台铁不是人力不足吗 台铁不是在亏钱吗 台铁不是很多要改革吗 他就让这批人 又重新 开了一次 街牌典礼 把他证明为 潮州机场 不到两个礼拜 所以台铁的员工 都受不了啊 都崩溃啊 他说我到底是 为谁服务 为谁忙 我应该是为了 我们的服务品质 为了我们台铁的形象 为了搭乘 我们台铁的 这个所有的消费者 跟乘客来努力 可是现在是为谁努力 苏奎一句话 定他们生死 让他们瞎忙 穷忙 那这些预算 还其他的事情 是另外一回事 但就看到了这个 台铁是卑微 跟拍马屁的 官场文化 然后苏奎 是为所欲为 他的嘴脸 对啊 所以民众听到这个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唯一 我的感受啦 我去讲我个人感受 我感受 哇 好大的官威啊 那我只能够想说 这个事情真的是荒唐 我觉得也是悲哀啦 也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讲 也是悲哀 台铁最急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上次的 上次民众捐了多少钱 上台铁的事故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一个发生 然后这些罹难者的家属 然后我记得 我曾经去参加过 他们邀请我去参加过 那些的问题 我们要求现场 要求交通部 他应该要解决 平常讲那次的这个 协商的会议 交通部长的态度 事情没有出力啦 但是态度还还蛮好的 文官出身的嘛 对对对 态度态度还蛮好的 就是说你最起码 你今天台铁的问题 他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或什么样子 对 如果你有你的这个长官 有不同的这个意见 他其实应该在事前嘛 因为你不能够 家属的感受 我也感受 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啊 对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东西呢 你真正的问题 民众碰到问题 你不在乎 台铁的安全 你也不解决 然后你在乎的呢 都是表面 长官高不高兴 哎呦 长官一句话啊 就牵一发动全身 其他人穷忙瞎忙 为了让老板苏贞昌开心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 人命在老板 有没有搞错 因为苏贞昌老板嘛 他是行楼 他是领我们薪水的人 公仆啊 对 他完全忘了这个 但是我跟观众朋友 报告的就是说 有一次我在立法院里面 在立法院里面呢 就听到这个 那个绿营的 他们在那边 嘶嘶嘶嘶聊天啊 那刚好我在等 那个登记 所以我在 我在旁边听到 他们就在提到说 哎这个 这个要看这个 大老板的这个意思了 然后呢 旁边有一个 这个旁边有一个 这个委员 也是大委员的 他就讲说 他就讲说 哦 大老板可不是你 这个想的 这个大老板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所以 你就讲说 这个整个台湾 本来我们是应该 要让大家都 行政官员 都把他的力气 摆在这个真正的 民众的需求上面 你看现在有多少事情 要解决 现在解决东西 我们的全球的通膨的问题 去年我们就讲说 我们就提醒这个 主计总组 跟主计长讲说 通膨 他打死 他打死就说 绝对没有 他一定要到现在的时候 他还是嗯嗯啊啊的 那你就看到 然后再讲物价 记不记得 大家都记得说 那个罗密赛委员问 说一碗王米沙 多少钱 他说他搞不清楚 物价多少钱 对 所以物价通膨 然后再加上升息 升息我们刚才讲说 你升息之后 你会造成的情形 是对于这个 首购组啊 他的 因为他的薪水是固定的 他买百分之多少 去买什么 他都固定 你突然升息 你没有预告期间 你造成这个结果 就是你没有预告 民众他没有办法 按照你的政策的变更呢 他去变化 我前两天 以前真的没有比较多啊 没有 钱是一样 因为通膨啊 对 然后我们再提到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 他觉得说 他现在要选举到了 所以呢 他把基本工资调升 拜托一下 基本工资调升的情况之下 你照护到的民众 有多少 没有被照顾到的民众 都是最低工资 没有被照顾到的民众呢 他等于是他的钱 他又变得更薄了一点 所以这些的问题 你全部都没有去想到 那你没想到说 也不关心也不管 完全不管 我们说在这么多问题 急需你解决的时候 你居然脑筋想到的是 你要通过这个 数位中介服务 然后要选举啊 选举 对 所有的东西 这些都是为了选举有利啊 但是我们从现在搞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说台湾空转了多少年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把它实际上面的问题去解决它 然后都是想到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也就罢了 所有东西全部都是选举 你一定要掌握到这个选举 你在位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不专业的人 然后摆在各个位置上面 然后来服务你一个 这个是地制 这个不是民主制度 你知道这个是地制 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容认 他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说 你不要去想说在野党提供给你的意见呢 是找你麻烦 不是 因为我们每一次 如果你去检视 我们提出来咨询 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是民众切身关心的问题 你就算你不专业 你见树不见灵 现在别人已经告诉你说 这整个孙林里面有什么问题 是你必须要赶快去解决 免得它是祸害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代而已 还牵涉到我们的下一代 你好歹去面对它 就算你不承认 OK的 但是你还是实际上面该做的东西 你还是要该做 比如说我们说防疫的时候 一开始那个 那个侯市长也讲说普筛 被你骂惨了 最早是韩市长 叫普筛 追杀 对 然后人家其实是很诚恳的 把问题提出来 可是面临你的却是怎么样 你不但是不采纳之后 然后还追杀别人 这样才有死亡黑数 所以昨天公布的死亡原因里面 死因 去年死因 才可以把这个所谓 因为疫情死亡人数往下降 往后排啊 那这就是大家 他们关注的重点啊 可是我真的要再强调一次 跟我知道这个议题 在媒体上版面非常的小 版面很不大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起来 流量也不会高 因为要受到的关注 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这真的是近期以来最严重的 最重要的一项新闻事件 可能影响到的是后面 我们所有的言论自由 一旦这个草案到了立法院 如果又是人数优势 在被他们通过的时候 我们人民要每每 再多花25亿去成立一个黑机关 这个财团法人 是立法院没有办法监督 预算执行的单位 然后25亿成立之后 这个单位就专门用来酬拥 给他们相关的 我喜欢谁 谁是我们的人马 可以请进去里头 钳制大家在FB Twitter 还有YouTube上面 所有的言论自由 光是程序上不断的送案 不断的检举 你不断的把你移送的过程 其实法院就崩溃了 法院过去一直要想办法指送 就是说让这个诉讼量 可以减低 所以有什么 要大家尽量协商 各种机制在进行 我之前跑司法院的时候 所谓的司法改革 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才不会让司法资源 过度的浪费 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上 现在刚好倒着走 民主制度已经回到原点 当初索尔 曾经在 这个 号称白色恐怖 要去维护 要去把 人民权益征回来的 这一群民进党的 前辈们 现在都要哭 现在回到原点了 法院的也要哭了 法院呢 现在光是如果 接下来要诉讼案 之前设委法就有多少案 就觉得 法官有时候 有良心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都要送信 叫我省 要花时间去省 最后大部分无罪 或打回去 可是民众言论自由 已经受到了恐吓 侵害 那本来不应该成案的 通通都会送案的 现在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真的是 跟观众朋友呢 有切身的关系 因为现在 尤其很多的 这个年轻朋友们 这个一机在手 随时你要跟这个朋友之间的串联 而且我在提醒年轻朋友 还有一个 我们在讲说元宇宙啊 将来的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啊 你的平台 你的社群的这个平台呢 其实是那个部分的 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它将来是你的生活一部分 你想想看你试想 你生活的一部分呢 受到这个不当的一个钳制 如果你的生活一部分 受到这样的钳制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会回到像古时候的那个 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里面 你看到古时候里面 你不是那些皇亲贵族啊 你也不是那些诸侯啊 你就是那个受规范的平民百姓 这样子 难道是我们以前前人应该 这个进到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这个血汗呢 去换来的这个制度 这个是我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会是我们要的 那大家可以可能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印度 印度不是还有建民制度吗 我们要那样的制度吗 我们要重新回倒退走 走到一个制度体制之下 不是人人平等 老百姓不是国家的主人翁 是行政官员 是国家的主人翁 是高高在上的这些的 这些的这个这个地制的 这些的官员吗 我们要的制度难道是这样子吗 如果今天我们的不吭声 我们的不回应 我们再继续让这些的违法乱纪的事情 再继续发生的话 那真的 所有最终的事情其实都有全民承担 我们看到快筛也是全民承担 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外销 最终的双政府还是双手一摊 然后他讲说他去这个WTO 这个申诉 结果呢 没有嘛 所有的东西全部 我说没有是说他该走的程序 他没去走 他自然不会有后半段 是呼隆欺骗民众而已 所以 谢谢言语给我们 他说前置人民的言论自由 绿色恐怖时代来临了 其实已经来临了 只是他越做越离谱 越做越夸张 现在有办法打嘛 立法院人数优势 真的很难挡 真的只有唯一的可能 就是把这件事情 成为舆论 成为民意 成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 这样的声音跟浪潮 这个浪潮够大 才有可能挡住这件事情 虽然我觉得我们声音很渺小 但是一定要几乎站出来喊出来 就是不能让他们再为所欲为了啦 这下来每一个人 每个个人 每一个媒体 我们当初在学校学的新闻自由 都会成为过去 就都会成为这些绿色恐怖手上 随便要捏就要捏 就可以把你捏死的 一个旗子 甚至一只小蚂蚁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以愉快 这个已经送进去 大概程序 没有 他是刚提出来 行政院会过而已 但他要送到院里面 送院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修会 所以他最快的话 还是开议之后 开议几月 九月 九月开议之后 然后送进去 他就会先一度吗 他就会先一度吗 他的速度很快 你别看他 他只是过个场而已 现在立法院变成他过场的 只是过场 悲哀喔 只是过场而已 但我觉得并不是 大家不能够抛弃啦 因为毕竟当初我们科技侦查法 也是成功的挡住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这民众 要让民众知道 对他的影响 让民众知道对他的影响 当初科技侦查法的挡住 是因为 他直接的进到你的系统里面 他就可以有你所有的资料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 所以民众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民众 对 要更多人关心 跟注意这件事情 在乎这件事情 然后变成一个真正的舆论 欢迎回来 壮轩网千秋万事 时间来到8点44分 我们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 刚刚这个是在 行政院院会上通过而已 这个草案还只是草案 但是刚刚跟委员讨论 你下载广告时间 如果送到立法院 9月份开议 要送进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推动速度 可以很快的 然后等到推动速度 快了一旦宣布 是有可能在年底的 这个地方的选举 哇 看看 我本来还在 昨天还在讨论说 你看看 他新竹台北这样提名 陈世忠他们防疫成这样 还有脸出来 所以会双输哦 可是他们总是有大绝招 大魔王在后面 总是有想办法 有那个AABB加CC 打电动 打出个大绝招出来 就要让翻盘啊 明明已经死掉了死期 他要让他可以活起来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像这样 有个黑机关 有个言论无上机构 可以太上的这个方式 灌每一个人的嘴巴 掐每个人的喉咙 FB Twitter 还有YouTube 中天现在被关了之后 他也只剩下网络 那网络的言论自由 至少我们看到一些蓝美 在网络上还是有他的声量跟影响力 影响了现在所有的 乐听人的资讯来源跟管道 可是他连这一块 都不让大家听到 都要让大家 其实民党内部也是一样 不让民党内部 有其他的声音出现 就是让大家都闭嘴 完全只照执政当局 执政那几个人 他们想要的方向 来带风向 这个是一件多么可怕 跟多么让民众 就是好打着民主的旗帜 结果行的却是独裁事实 这个是多么走回头路的事情 对啊 没错啊 这个就是要把台湾 打回到一言堂嘛 就是行政单位 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不准你民众能够资深 不准你民众吭声 大家现在没有感受到 是因为大家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听众朋友 他自己本身已经有感受了 比如说我们书卫说 书医师等等的 这些被查水表的人 都已经有亲身的感受 那大概很多的 因为我想对最好的观众朋友 也不要感受到 我觉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避免观众朋友 将来会有机会 因为这个的情形 有这个切身之痛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会觉得说 我们并不是讲说 网路绝对不可以 有制定它的规范 我们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觉得 它里面有一些东西 虽然它拿的一个 光敏堂皇的一个理由 来制定一个法令的规定 可是它里面的内容呢 却不是跟他所讲的 这个宗旨是一样的 我们感到这个担忧的 就是第一条 讲的开宗民意的宗旨 讲的都是他要保护 这个民众的 这个网路的权利 讲的都是讲的 假讯息要控管 对 然后到最后面 他讲你资讯要自由流通 可是你的 你的内文的规定的范围呢 其实都是跟你原来的 你是胡乱冠军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你知道 那你想想看 这些的平台业者 你上面规定说 你认定 认定机关是你 还不是法院 是你行政单位 你认主管机关 你认定了之后 你可以要求 即便在法院裁定之前 你可以做这些的一个标示 那对这些贴文的人 比如说我举例讲 像昨天那个施教授 我跟他破灭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他的 那对他的损害 你怎么赔呢 这里面有没有讲说 你怎么赔他呢 你造成人家的损害 你不真实 其实是人家贴文才对 然后你加了一个警示 或者是你把人家 他的停权等等的情况 损害赔偿怎么算呢 到时候是国赔吗 又是我们老百姓 全部出钱出来吗 还是说你就不赔 所以是只有 你可以做违法的事情 你行政官员 才可以做违法的事情 老百姓呢 只能够忍受 只能够吞吗 我觉得这个是 最荒唐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下来的发展 到立法院去闯关 是九月的事情 在这之前 真的要拜托 各位立法院助攻们 真的 我们在民意托付的 这些委员里面 在野党的 不管是民众党 无党籍 或者是 其他政党 因为塔律班 他们大概只能 一定会 遵从党 他不听话 内部会被整肃 就没有选举的机会 没有犯可以吃 不会分 甜头给你 所以他们必须要 齐心一致 可是在野党的各位 真的只能靠 大家不停的 包括媒体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 各种的不同的 岗位上面发声 发出声音来 然后在立法院 在动员表决 被表决掉之前 要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发出声音 做出影响力 党下这个法案 不然真的之后 哇 真的是千秋万事 他们执政 真的是 一党独大之下 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我 我还是要提醒 这个观众朋友们说 观众朋友们的力量 其实是很大 因为我们在整个的 这个咨询监督政府的 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 也会觉得非常非常无力 然后非常非常沮丧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个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留言 给我们打气 然后给我们加油的 那个会让我们心里 觉得很暖 很暖 然后就会 再继续的 就是说坚持 一定要达到 这个监督政府的一个目的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只要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鼓励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 对于这些 我们的民意代表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力量 对 其实这个时候 当然很多 大家民众会觉得说 哎呀 在一党不行啊 可是这个时候 也同时在 你们也监督在一党 是真的也要给 他们多一点点鼓励 给他们一点力量 因为他们的力量 来自于哪里 当然是来自于民意 如果民意 也都只是自己人 也要一直 一直 给你们这个 压力是应该的 但是也要给你们力量 让你们有这个民众 民意的上方保健 否则真的是非常讽视 非常好笑 民意党一天到晚 好光香港 回归25周年 他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不断的强调 哎呀 没有言论自由啊 怎么样极权被统治啊 习近平去香港 25周年回归 他不敢过夜啊 等等 哎 可是你要想想 今天他们又怎么样 对我们自己台湾的人名 他用这些 讽视啊 取笑啊 嘲笑在中国大陆 言论管制的 这个方式 可是在台湾呢 他是更偏颇 更行一党之私啊 没错啊 所以为什么 塔绿班这个名字 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 我想观众朋友 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我要提到的一点 我要回到专业啦 专业部分可能比较太严肃 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 民党执政 绿营执政 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 随心所欲 但欲举啦 随心所欲举 什么事情 他是到现场看的 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这个书魁 他不管是台铁也好 一棵树也好啊 不小心长了一棵树 穿出来 他就生气了 他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他的感受 可是你看到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 他在整个行政的体制之下 他是有规划的 别我们就去不讲别的 我们讲对岸 他是 我们讲25啊 或者是什么 每一个这个五年的计划 也就是说 所有的行政 他是有专业的 他是去统筹 然后他是去规划 然后呢 再敲板定案 他不会是说 你到哪里 临时看到什么东西 他就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所有的问题是 我们归功就是说 到底这个行政单位 他有没有在做事 如果他在做事的时候 其实台湾我们最重要 现在是国际的舞台 他现在是国际的舞台 你必须要了解 国际的游戏规则 你必须要 在看到国外 有这些趋势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些的问题 发生在我台湾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解决 我们刚前面提到 物价也好 通膨也好 等等的 升息也好 你今天不是说 你都不做去 不研究 然后就每一天去捡彩 然后去做了之后 然后就是批评 批评很容易 很小的 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所以我们讲建筑不建立 用它一个大观 对 你知道 那你看 其实每一个国家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中产阶级 一个中产阶级 它能够蓬大 它能够壮大 它能够安定的话 它才是这个社会 它稳定的力量 可是你现在 对于中产阶级的挤压 台湾的经济 已经从 已经变成现在是K型经济 K型经济是什么意思 是你把中产阶级的部分 挤压往下挤压 而且台湾的K型经济 那个K还是 有点像国外的 那个serial 那个早餐的 那个K 上面短短的 下面长长 也就是说 你把中产阶级 全部都往下挤压 你把往下挤压 你眼睛里面看到 屏幕差距越来越大 对 屏幕差距越来越大 讲到这个 线上的朋友在讲说 饲料费又涨了 所以显然的 我们的鸡蛋的蛋价 又在蠢蠢欲动 那农民就讲 那个农委会都在睡觉 你看 它就是发生了以后 蛋已经缺了之后 才发现 啊 蛋会缺 慢半拍 慢半拍 我们的凤梨出口有问题 啊 有问题 又是老公的错 然后 再来 下一波是什么 永远我们的农民 渔民 我们的民众 都是在等着 它发生以后 政府 啊 我们都没有想到 又是老公的错 又是谁谁谁的错 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要嘛就马英九 要嘛就是 共产党 可是难道你没有办法 预见说 在一些政策的波动底下 你要推估 在物价上 可能会有的波动 饲料会不会涨 那可能会影响物价 要怎么去平易 怎么去做均衡 财政委员会 这些官员 你看到的 有这样的专业 注意应付吗 没有 我讲的很坦白 我觉得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绿营执政的 它情形呢 它不是去把专业的人 放在专业的位置 它是把自己人 放在他要的位置 比如说像我们这次 民众也有很多的质疑 对于警政署长的派任 但那个不是我 我主要要提的 我主要要提的东西是说 你看像现在行政官员 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会做的事情呢 就是补贴 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补贴 对不起一下 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老百姓的钱 所以你现在 所有的责任呢 都是老百姓要去承担 不管是这个农产品也好 或者是水果啊 鱼类啊 等等的 或者台铁啊 什么 你说的事情 用的钱是谁 老百姓的钱 你行政官员 今天除了会花钱之外 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国际的事务 已经给你的警讯 你不理会 所有的事情 等到发生之后 你就用一个 我用钱来补贴 我在提醒这些行政官员 补贴 在国际间来讲 政府补贴 他也会造成他后遗症 读一下 这个相关的 法律的这个问题 国际也有 你对于这个补贴的部分 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是不可以违反WTO入的了 所以我要提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行政官员 真的拜托一下 好好的 你就算是 你就算是 不能够去有 前瞻性的东西出来 但最起码 你不要闯祸 然后你不要幸灾乐祸 然后你花钱 花老百姓的钱 也拜托节制一下 你预算怎么编 你不要把老百姓的钱 今天我们的负债 已经超过六兆了 已经超过六兆 已经死无前例 而且还加上 还有特别预算 所以每一个老百姓 我跟大家讲 我们每一个老百姓 因为我在财政委员会 我们老百姓 每一个人肩负 一个新生的baby出来 他就要负担的债务 是25万 这就是我们政府 拿着杀币 现在要杀25亿 做的是什么 就是违反我们人民 应该有的权利 这是相抵触的 今天是礼拜五 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九点 我觉得应该讲一些 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要预告 这个事情必须要监督 愤怒 我要预告一下 我九点要访问 到时候要转换心情 待会九点钟 财经生活时代 要访问的是胡锦 大家记得 金瓶双雁 时代的胡锦 他经过两次抗海 经过两次抗海 是亚洲影后 然后待会我们九点钟 访问他 也许他可以 转换心情 要正能量 对啊 我就讲说 哎呀我突然 你讲说今天是礼拜五 然后突然想 天哪礼拜五 应该给听众朋友 一些比较positive 比较正 但是我们的positive 就要告诉大家 说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大家要站出来 有可能有机会 大家用我们人的力量 把它挡下 让大家觉醒 让大家知道 清楚资讯的 发生 发生什么事情 再来用人们的力量 把不当的 违法乱纪的 为所欲为 嚣张把握的官员 敢吓呆 气死人了 对 我们会尽我们的 我们会尽我们的权利 那也特别感谢 这个观众朋友的支持 谢谢 我们时间到了 礼拜五 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平安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